好 现在我们来谈谈 佛教的第一次的 叫做大翻译运动 我认为是大翻译运动 因为从佛教进入中国到 大家慢慢接受它 研究佛教经典 就会逐渐成为人们 越来越迫切的需要 就是它究竟 是什么 然后究竟展开后 那么那些细致问题 佛教又是怎么告诉我们的 有没有一些解决的方式 针对我现存的一些问题 所以人们对佛经的需要 会越来越迫切 这个时候自然而然的 会产生了佛教发展 东土佛教经典 发展过程中的大翻译运动 这是中华文化第一次 作为整体在我认为 开始主动吸收外来的文化的大事件 那么大翻译运动的 第一个高哨是在汉环帝的 汉到汉献帝这个时期 就是东汉末年这个时期 汉代佛经的典籍的翻译 基本完成于在这个四十年 这个周期里 根据后来出 后来佛教的一个这本书 叫做出三藏祭集 里面说到 汉代一出的佛经呢 大概有五十四部 七十四卷 相当多 知名的易经者 有来自安西的 有名的安世高 有来自大周知的 知旅家 称和知药 有来自康居的孟康祥 和来自古印度的 仁佛塑 他们的翻译实际上 是没有受到 朝廷的资助和 朝廷的支持的 所以呢 都是独立的分散进行的 他们主要的经济来源 和包括说翻译过程中的 很多困难的解决呢 都是来自于 民间的信众的资助 所以我们看到 在那个时代 在民间信众上 已经形成了 广泛的对于佛教经典 更详细的 更深入的诉求了 就可见 当时它传播已经 多么的普及 和多么的这个 范围广大 根据史料记载 只有少数的 非常少的 汉朝的文人 参与了直接翻译 他们或者充当助手 或者充当的一些 体力的工作者 然后 这些参与者 实际是 就可以成为最早的 汉族的 佛经的翻译家 汉代的那个 翻译的经典呢 有大成 也有小成的 更多经典 人们在当时 还不能区分 同时都被视为 佛教的这个经典 来进行翻译 在所有的 异经人当中 以安世高和 之旅 之旅家称 是 的异级 是最有影响力的 他们翻译的 佛经是最有影响力的 安世高呢 叫 又叫他的名 又叫 安清 号称安侯 他原来是 安息国的太子 后来放弃了 王位的继承权 可能也是在 自我 自我感悟的过程中 大车大悟了 他从他的 王国中 安息国中 出逃 逃出来 于汉环帝 初年的时候 跑到了这个 大汉王朝的中央 洛阳 然后开始学习 汉语 从事疫情工作 汉灵帝的初年 就是天下大乱的 初期状态呢 他因为庇护 来到了广州 当时广州 实际是 非常偏僻 然后那个 偏安易语的地方 很闷热 后来呢 他又辗转 到了汇姬 然后最后 死在那里 传说呢 史料记载 安世高呢 精通医术 会善艺术 所谓艺术 就是特异功能 魔术之类的 解鸟兽之语 与当时的方式呢 具有这个 同样的神秘色彩 所以我相信 这也是为什么 他能够辗转各地 而且用这种方式 可以左右逢源 帮助他 生存下来 有能力去翻译佛经 在他南北辗转的 汉末的四十年过程中 他前后翻译了 多达三十四部 四十卷的 佛经著作 以 阴池 入经和 安波手 易经 为主要的代表作 安世高的 这个翻译的著作呢 多属于 小城教法 小城 教法中的 一切有部 它是刚才我们谈到的 十八部派之一 所谓的理论呢 所传的理论呢 被概括叫做 我们叫做 禅术的 这么一个学术流派 禅术呢 与定会 直观的含义 大致相近 根据佛经的理解 禅止禅定 数值按数字顺序 编排的 佛教义理 如四禅 五运 六十 八中道 等等 禅术作为佛 佛教的一种 重要的修行和理论 最主要的特点呢 是它 要求人们 以 注意力 集中于 规定的 修习对象之中 按照特定的程序 进行思考 以形成 异于宗教修行的 心理感受 和精神状态 最终 达到 符合 佛教教义的 特定人士 根据 安世高翻译的 《安泼首一经》 禅修呢 先从 数气息开始 从一 至十 反复的 数气息的出入 不得紊乱 和增减 经过一段时间 的休息之后呢 进行到 把注意力 从呼吸的次数 变到一呼一息的 气息的运作上去 最后再把全部的 注意力 集中到鼻子的 顶头 鼻头 在能够达到 自我意念 调控之后 按照特定的程序 进行思考 创造出 相应的意境 最后取得 所谓的 知天地 助寿命的 功效 这种禅法 实际我们听来 就非常非常的 同 非常非常的熟悉 就是他实际是 同中国的 神仙方树家的 呼吸吐纳的 这种养生之术 非常相似 所以 这就是让 他翻译的东西 或者他这个人 更容易被 跟他相处的 当地的 那个 世神阶层所接触 因为 我们会发现 从外遇来了的 这个佛经 告诉我们的东西 和我们本身 神仙道士 告诉我们的东西 是一致的 通宗的 知里加称呢 是大肉之人 另外的一个 著名的翻译家 他在 那个汉环帝 末年 到达洛阳 基本是 同 刚才我们谈到的 那个 是 安石高 是同一个时代的 汉灵帝的时候 他开始着手 翻译佛经 他的翻译呢 是 一共是十四部 二十七卷 以道行 颇若经 和首论 能言三味经 为代表 前一部经呢 主要讲 它属于大乘 颇若 就是 智慧的意思 主要是讲 这方面的理论 后两者呢 主要后者呢 就是首论 言三味经 主要是讲 大乘禅法为主 理论上 与 颇若 类这种 经典相互的 进行补充 他是 颇若学 传入汉地的 第一人 当时虽然没有 受太多的 就是产生太大的 这种漣漪和影响 但到了后来的 西晋王朝的时候 颇若学说的 怀疑论的倾向于 否定权威的批判精神 在西汉 在西晋的 中国思想界 引起了非常大的 强烈反响 有大量的 当时世人写的著作 来进行 对这个 这个理论的 论证和功法 所以我们看 翻译佛经的过程呢 也是中国传统文化 同外来 佛教文化 或者是外来的 一个非常强大的文化 相融合的过程 参与 翻译的 这些中土文人 对于佛教呢 越陌生 我们发现 他们 越陌生 担任主义的外裔翻译家 对汉文化呢 越隔膜 让这种 翻译出的结果 就是 变成中文之后的 这些佛经 越具有 中国化的 浓郁特色 比如说 我们 翻开当时的 一些佛教的 经典的 用词 词汇 我们会发现 里面有大量的 当时非常流行的 更配我们 我们容易理解的词汇 在里面出现着 比如说 近代以后的 佛教经典中 就会出现 类似 涅槃 被翻译成 无为 禅定 被译成 手衣 地狱 一座 泰山 那么 真如 或 一座叫 本无 或者 一座叫 自然 或者 一座叫 普 这种非常 非常有 道家 修行色彩的用语 反映了 实际上 我们还是 那种概念 就是 道家思想 和 佛教过来的 宗教思想 深深地 被 融合在一起 融合在一起 就是 原传佛教 同本土信仰 结合的越紧密 越说明 外来的和尚 更深入地 进入到 本土人民的 生活中了 通通知 甚至 那种 相互 优优独播剧下